如果你记得Lindell以前出过一个模拟2500的叫SBC的一个压缩插件的话 他们最近有出了一个多段的版本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Lindell的SBC咱们以前讲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特别标准的一个2500API 2500风格的这么一个插件的模拟 那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多段的版本 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段的这么一个版本 所以咱们很快的也来过一下 2500的类型的插件呢 从它的这个拐点的控制 以及它的这个侧链的filter 还有这个feedback和feedforward的选择呢 这基本就是非常标志性的这么一个设计 在这个基础上它增加了这三段以后 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灵活 而且可以有很细微很细节的调整 我们从最右边开始看 这个呢是控制你的view表 上面显示什么 一般我们来说都用gain reduction 这种比较常见用的 然后下面这个tone呢 第一个是逆 拐点 软 中 硬 一般来说你就根据你自己的音乐风格去选择就行 我一般会把它放在直接就放在medium 然后filter的话实际上它的侧脸 你会发现它越往上loud的话呢 它会强调高频的压缩 减少低频的压缩 如果是off的话就是全频段平衡的 其实这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的规则 你就是到时候调完以后 你就切换觉得哪个更好听就可以 我们先把它放在off 然后style呢就是2500的给出你这个feedback feedforward这个两种选择 一般来说feedforward的声音会更直接更硬朗 更快速一些 feedback呢会稍微的粘一点 然后让你的声音感觉稍微慢一点 融合一点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跳到左边这个地方 三段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先看这个最底下的话 这个0.2有5.0 这是你的频段的分割点 也就是200Hz以下算低频 也就是靠左边这个去控制 然后这边是5000 那就200到5000是中间去控制 然后5000往上面 高频呢是靠右边这个 这一条来控制 每一条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单独的去开关 然后单独去solo 只听着一个段 预值 启动时间 比例 释放时间 以及link 就是左右声道的link 你可以把这个左右声道link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你左边和右边 如果声音不太一样的时候 它会整体的稍微控制一些 但如果你link的太多了 有时候会减少一些声场方面的感觉 在低频的这个部分呢 它还有一个high pass filter 实际上它是减少你对这个 特别特别低频的 比如低谷的响应 而且每一段呢可以单独去控制mid或者side 这个还是挺好的 你可以去增加side的音量 或者是控制side的动态等等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默认的这个频段 然后我们来试一试 咱们先听一下bass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调一些 比如说我希望让它的底部稍微抓得紧一些 但是我希望它的释放时间快 因为这个歌本身 它的风格就这种特别pumping OK 我把左右都连上 因为我不希望它的底骨有特别多的左右的区别 虽然听起来好像它的底骨还是比较都单声道一些 通过预值呢 现在基本不用动了 它差不多压了一两个dB 这就是我想要的 就红灯就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压缩了 OK 我们把中频加在哪里 现在你听的是200到5000 也就是这个歌最中间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稍微比例稍微降一些 一般来说我会喜欢把这个link放在70%左右 现在你听的是低频和中毒 差不多在一个dB两个dB之间再画 然后我们再看高频的部分 咱们单独听一下高频的部分 这是5000赫兹以上 你基本上听不到太多的内容 因为很多都是那种印象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呢 我用比较快的启动时间 因为我希望特别快 抓住它那些特别钻出来的 小的细节的声音 比较低的比例 稍微长一些的释放时间 这样的话我会用一个很慢的压缩 但是能把它上面那一点点 都差不多抓住 削掉控制一些 之前呢 OK 你会发现你的人声现在开始有些pumping 把视方时间稍微的放长一点 同时当利用这个多段的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它们每一段的增益 去调整整体的比例 比如我们现在的低频压了很多 你可以适当的补偿回来一些 没有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看看 你的腻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 是什么 因为不是很大 我一般把它放在medium就好 然后filter 因为发现你调到loud以后 你的低频不是不怎么压了 但是你的中高频压的反而很多 我个人认为呢 你如果已经是多段压缩了 你就用这个平的filter就好 因为你每一个三段的这个 侧链都可以单独就控制 好 试一下style 现在feedback 区别并不是很大 我个人感觉好像他这个style的feedback feedforward 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区别 我确实听不出来特别明显的区别 好像feedforward稍微干净一点点 但是确实完全没有2500的那个feedback feedforward切换的时候那种特别明显的区别 但这可能是他的设计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去对比的话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点灭了以后呢 他可以帮助你去对比 比如说我们现在加进去压缩的 整体的bypass 以及自己设置的这个增益调整 再往后呢 有mix混进去百分比 link呢 这个link就是你如果调了link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会启动 不管是启动时间也好 还是预值也好 再往后呢 还有一个nook 这个nook的模式呢 就是非常多的压缩 这个你可以去做特效 但是作为总线 甚至母带的时候最后不要用 因为发现他马上给了你很多很多的压缩 然后这个THD呢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如果你觉得你的声音的密度不够高的话 你可以提升一些 如果你觉得已经很多了的话 往往在最后的步骤 你有很多的这种音认 你可以稍微减少一些 或者就保持不动 最后呢 这个地方有超彩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超彩 比如说最多可以到16倍 8倍 然后呢 还有一个内部的噪音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关掉 如果你不喜欢增加走音的话 一般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然后最后很重要的一个Calibration 它这是按-14dBFS的 如果你的信号进来的声音 比较的小的话 你可以把它降低 降到-18 比如说这样的话 你压缩的程度会很高 这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个输入的灯的话 这个时候实际上 你如果看输入的这个信号灯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in 调整 让它基本上达到零左右 然后把Calibration调到 测试的位置 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能给你更多的这种音源 就是它的非线性的一种音源可能会表现得更好 因为一般来说做插件的时候 它基本上在0VU的时候是它比较标准的一个合适的输入 就好像你用硬件的时候你的输入信号如果不够强的话 你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去利用这个硬件给你带来的音源 但我希望Lindell的这个 当然我觉得Lindell的做这个插件应该如果很负责的话 这个应该它也是注意得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去进行一些调整 总体来说我觉得好像还可以 但是没有特别没有特别特别的惊喜的感觉 基本就是在它的SBC上增加了这个三段的这么一个功能 用起来还好 因为2500就是很熟悉很熟悉的使用体验 那这个基本上你就把它拆成三段 按照多段压缩那么去用就好了 但是相比像比如说像Prime B 甚至像这个Softube那款Drummer1973等等 我感觉好像这个插件少了一些色彩 不过呢你还可以去试一试 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去用 如果你是插件联盟的包月用户的话 这个反正也是免费的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休息 天天上 拜拜